行政長官李家超週六就鑽石山荷里活廣場週五發生的襲擊謀殺案發表聲明 對兩位死者的家人致意深切慰問 又說明白市民在知道事件之後可能會覺得不安和擔心 呼籲市民停止轉發有關影片 如果覺得情緒困擾的話就應該尋求專業協助 他又強調這次是一宗個別個案 聲明有提到社署已經接觸兩位死者和疑兇的家屬並提供支援 社署週六就在荷里活廣場入口外面的公共交通交匯署空地 即港鐵鑽石山站C2出口設立流動服務站 向受事件困擾的市民提供支援 社署和香港紅十字會也設有電話熱線 提供即時電話輔導、支援和轉介服務 有需要的市民可以致電求助